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问题 税前扣除相关的原则和范围 那么这一部分同样也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说白了 我们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要去做纳税调整 怎么调 基于什么样的原则调 就在这一部分了 主要都在这了 你要做调增的 调减的这些东西 我税前扣除的哪些地方扣少了 哪些地方扣多了 我应该怎么去调 那么都在这一部分 那么这里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包括我们的原则 我们的范围 以及扣除的项目及其相关的标准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 首先关于扣除项目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企业申报的扣除项目和金额 要求真实合法 所谓的真实 是指能够提供有关支出 确实已经实际发生的证明 所谓合法 是指符合国家税法的规定 如果其他法律法规 跟税收法律规定不一致的 听谁的 当然听税法的 对吧 你考税法 当然听税法的 以税收法律的规定为准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整体的大的原则 具体来看呢 我们有五个原则 第一个 全责发生之 是指企业费用应在发生的所属期进行扣除 而不是在实际支付的时候确认扣除 这是我们说的通常情况下是这样 对吧 但也有特殊情况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一些特殊情况了 对吧 确认收入的时候 那么在扣除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通常情况下我们遵循全责发生之 第二个 配比原则 是指企业发生的费用应当于收入怎么样 配比扣除 除非有特殊规定 企业发生的费用不得提前或滞后申报扣除 当然也有特殊规定 是吧 第三个 相关性原则 是指企业可以扣除的费用 从性质和根源上 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直接相关 你得有直接关系 是吧 第四个确定性原则 是指企业可以扣除的费用 不论何时支付 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 要不然我怎么扣呢 是吧 最后一个 合理性原则 那么是指符合征产经营的活动常规 应当记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 和正常的支出 对于合理性原则实际上 界定起来非常难 尤其这五个方面里面 特别是合理性原则 在现实中其实有很大的争议 怎么去把握 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执行 对吧 这些方面实际上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很大的可以探讨的空间 那我今年毕业的一个硕士 一个硕士研究生 小姑娘 选择硕士论文的题目 就是关于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合理性的认定 如何去认定 从理论上如何去理解 在现实中如何去执行 我们看到了现实中围绕着这个合理性 围绕着税前扣除 发生的很多的税务案件的纠纷 包括企业跟税务局打官司的 而且也包括很多企业怎么样 打赢了的 对吧 我们税法上很多地方 实际上写的是不清楚的 对吧 在现实中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各位同学啊 你们在考CPA 那么将来你考完了之后 你到实际工作岗位上 也会遇到这些问题 你可以由这些问题啊 基于CPA税法给你奠定的基础 这只是大的框架 在这个基础之上 对吧 你结合现实 结合你的工作 结合你的生活 你再去深入思考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值得探讨 会很有意思啊 好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扣除项目的 基本的原则啊 接下来第二个 关于扣除项目的范围 那么关于这个范围呢 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企业实际发生的 与取得收入有关的 合理的那些支出 这是合理吗 对吧 怎么算合理呢 对吧 你可以研究吗 可以探讨吗 对吧 我那个学生写的还是不错的啊 如果感兴趣的 回头我们可以拿出来学习一下 是吧 那么有关的这种合理的支出 包括成本啊 费用啊 税金啊 损失啊 以及其他支出 是准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进行扣除的啊 所以实际上已经强调了这里边大类就是什么成本 费用 税金 损失 其他支出啊 当然在实际中啊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你要做扣除的时候 要注意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企业发生的支出应当区分什么呢 收益性的还是资本性的 收益性的支出 说白了 费用可以在当期怎么样 直接扣除啊 发生的当期可以直接扣 如果你是资本性的 我已经资本化了 资本性的支出应该分期扣除 或者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 对吧 不能在发生的当期直接扣除 你比如说固定资产 我既提折旧 对吧 无形资产我去摊销 对吧 然后分期来进行扣除 不能一次性的税钱直接扣 通常情况下 但我们现在有税收优惠吗 后面讲到税收优惠 你会发现啊 我们在500万以下的固定资产 也可以让你一次性费用化 给你税钱扣了 对吧 我们这里讲的是大的原则啊 第二个 就企业的不征税收入 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 或者财产啊 不能扣除或计算 或者计算对应的什么 折旧贪销进行扣除 这就我们前面讲的 因为你是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 花不征税收入买来的那些 对吧 支出所形成的费用 或者是财产 那就不能做税钱扣除啊 但免税不一样 免税是税收优惠 再次强调啊 第三个 除了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 另有规定之外 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 不得重复扣除 这是原则上 那么有没有另有规定 当然有 对吧 你比如说后面我们讲到 这个税收优惠里边 研发费用 我允许你加基扣除 对吧 然后我雇佣残疾人的这些企业 我残疾人的工资 我允许你加基扣除 对不对 那么就属于重复扣除啊 但那属于什么 税收优惠 我要通过税收优惠 扶持特定行业的发展 或者特定的企业行为 对不对 但是大的原则 我们不允许重复扣除啊 好 当然有例外 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讲 这是我们看到扣除项目的 一个基本的这个三条原则啊 那么接下来扣除项目的 具体范围五个方面 第一个成本 就是市值企业呢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所发生的销售成本 销货成本 业务支出 以及其他耗费 也就是说企业在销售商品啊 产品啊 材料啊 下脚料啊 废料啊 废旧物资等等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这个过程中的相关成本啊 这是我们所谓的成本 对吧 那么企业呢 必须要将你经营活动中 所发生的什么成本 合理的划分为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呢 说白了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有关成本计算对象 或者是劳务的那些 经营成本中的 直接材料啊 直接人工啊等等 能够比较明确的对应过去 那么间接成本是指什么呢 就是多个部门 为同一个成本对象 提供服务的那些 共同的成本啊 或者是同一种投入 可以制造提供两种 及两种以上的产品 或者劳务的那些联合成本 那它是要进行什么 进行分摊的 分配的 是吧 直接成本可以根据 有关的会计凭证啊 记录啊 直接记录有关成本计算对象 或者劳务的经营成本中 对吧 间接成本呢 就必须要根据 与成本计算对象之间的 这种因果关系 成本计算对象的 这种产量等等 那么以合理的方法来 分配记录有关成本计算对象中 这是我们看到的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两种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费用 费用呢 是指企业每一个纳税年度 为了生产经营商品 和提供劳务等所发生的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这是主要的 就是销售费用 经营费用啊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对吧 那么已经记录成本的 有关费用呢 除外 对吧 如果我已经记录到成本中去了 那些费用我就给它跑出去 啊 销售费用是指什么呢 是指应该有企业负担的 为销售商品而发生的相关费用 包括广告费啊 运输费啊 装卸费啊 包装费啊 展览费啊 保险费啊 销售佣金啊 等等啊 那么如果是能够直接认定的 进口佣金 我们就调整商品的净价成本啊 那么代销手续费啊 经营性的租赁费啊 以及销售部门所发生的 差旅费 工资 福利费等等 这些费用都算销售费用 都算销售费用啊 那么第二块管理费用呢 是指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 为管理组织经营活动 提供各项支援性服务 而发生的这种费用 对吧 你比如说业务招待 对吧 业务招待费啊 我有正常的这个业务开拓 我就得有业务招待嘛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就属于管理费用 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后面要讲 第三个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是指企业 筹集经营性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利息的净支出 汇兑的净损师 对吧 金融机构的手续费 以及其他的非资本化的这种支出 啊 那么这是财务费用 尤其其中的这个利息费用 我们后面是考察的重点 是吧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费用 第三块呢 就关于税金 税金呢 是指企业发生的 除了企业所得税 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 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 啊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允许在税金 允许这些以纳税金 有两种方式啊 一种呢 是在发生当期进行扣除 就相当于费用化了 直接给你扣 另外一种呢 是发生当期 进入相关资产的什么成本 这样的话 在以后各期进行分摊扣除 啊 那么当期能够直接进入进行扣除的 啊 我们进入税金及附加 我们就把它进入了税金及附加 当期进行扣除 那么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实税两费 实税两附加 大家来看啊 包括消费税 出口的关税 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 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啊 房产税 车船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 环境保护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十个税 再加上两个附加 就是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实税两附加啊 那么附加的适同税金进行扣除 那么这是我们可以作为 进入税金及附加 进行当期扣除的实税两附加 要注意了啊 那么这个呢 是稍微需要记忆一下啊 那么以后分摊 结转扣除的 他记录了什么呢 资产的成本 对吧 在以后呢 去分摊 结转扣除 那包括什么呢 车辆扣除税 到车里边去了 对吧 汽税到房子里边去了 对吧 耕地账用税 到土地里边去了 对吧 进口关税啊 然后烟业税 以及不得抵扣的什么 增值税啊 那这几个税种 是要在以后分摊 结转扣除 因为他实际上进入了什么 资产的成本 我们认为他进入了资产的成本 那叫借其折旧 对吧 要去摊销啊 然后来分摊扣除 好 这是我们看到关于税金 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损失 损失 这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所发生的固定资产 和存货的盘亏啊 毁损啊 报废啊 这些损失 转让财产会有损失啊 对吧 你可能转让财产 你投资失败了嘛 对吧 会有损失啊 呆账的损失啊 坏账的损失啊 以及自然灾害的 不可抗力因素 所造成的损失 还有其他损失啊 那么企业发生的损失 我们要减除责任赔偿 责任人赔偿 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 那首先呢 会有责任人去赔偿 然后呢 可能会有保险赔付 把这些都减掉之后的余额 那么按照这个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 来进行税前扣除啊 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 如果在以后呢 纳税年度啊 又全部收回了 对吧 部分收回了 那么在收回的时候 我要当什么 进入当期的收入啊 第五个 其他支出 是指除了成本费用税金损失之外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 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 合理的那些支出 还是要强调 要合理 是吧 所以对合理性的认定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在现实中 在实误中 对吧 在研究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好 这是关于扣除项目的范围啊 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界定 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键 关于具体的扣除项目 和他们能够扣多少 一个相关的标准 对吧 那这里面呢 很多都是要考试的重点 我们会提醒大家 第一个工资薪金 几乎是必考 对吧 必考啊 工资薪金支出 你只要有企业 你肯定有工资薪金嘛 我肯定要关心 告诉你工资薪金 这里边有多少 对吧 而故意工资薪金 就是企业发生的 合理的工资薪金的支出 我们允许 拒实扣 就你只要发生的 我认为你是合理的 工资薪金 都是拒实扣的 对吧 所谓的工资薪金呢 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 支付给本企业任职 或者跟他有 雇佣关系的员工的 所有现金 或者是非现金形式的 劳动报酬 包括基本的工资啊 奖金啊 津贴啊 补贴啊 年终的加薪啊 就年终奖啊 对吧 包括加班工资啊 以及于任职 或者是受雇有关的 其他支出 我们都算作 工资薪金的范围之内 那么所谓的 合理的工资薪金 是应该经过企业 按照股东大会 董事会 薪酬委员会啊 有一些企业比较规范 他有薪酬委员会 或者是相关管理机构 所制定的工资薪金制度 来按照规定 实际发放给员工的 工资薪金啊 你要实际发放给 员工的这种工资薪金 对吧 是可以在税前进行 据实扣除的 那么税务机关 对工资薪金 进行合理性确认的时候 可以依据以下原则 你看我怎么来判断 你的合理性呢 对吧 依据以下原则 第一个 企业制定了 较为规范的员工的 工资薪金制度 第二个 企业所制定的 工资薪金制度 符合行业 及地区的水平 第三个呢 在一定时期 所发放的工资薪金 是相对固定的 波动不能太大 对吧 你很难解释 波动那么大 对吧 工资薪金的调整 应该是有序进行的 你得有逻辑吗 对吧 背后有逻辑啊 对实际发放的 工资薪金 以依法履行了 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这是一个前置条件 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对吧 你必须要先 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 然后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 不以减少 或逃避税款为目的 那么有一些现实中 确确实实为了避税啊 虚增人数啊 但但是虚的嘛 虚增人数 然后虚开工资 但实际上没有真正支付 对吧 那些都是不行的 不属于合理的啊 好 接下来第二点 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 其工资薪金啊 不能超过政府有关部门 给予的这个什么 限定数额 就说白了 前几年 我们政府对国有企业 做了什么 做了现薪 尤其是对老大 就国有企业的老大 最高年薪 不能超过多少 一百万 所以你经常发现 我们大的这个国有 企业的这个老总啊 他的薪酬非常有意思啊 99.6万 对吧 99.5万 对吧 98.9万等等 很有意思 就是不能超多少 超一百万年薪 这是当时做的规定啊 为了防止所谓的 贫富差距过大 但现实中的 有很多的这个方式 可以规避这一点啊 但是呢 在税法上 我们认可的 就是你能够作为 工资薪金支出的 肯定是要符合 我们这个规定的 对吧 你超出规定的 对不起 不能记录企业的 工资薪金总额 也不能再计算 你的企业应大税 所得的额受 进行什么 扣除 一定要在规定范围之内 才可以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企业因为雇用了什么呢 季节工啊 临时工啊 实习生啊 返聘 对吧 离退休的人员 以及接受了外部 劳派遣用工等等 所实际发生的费用 啊 不管你是雇佣了 季节工 临时工实习生 还是返聘了 离退休 返聘了这种 离退休的人员 有一些专家 对吧 人家到了退休年龄 但是呢 我还需要他 把他返聘 然后以及接受了 外部的劳派遣用工 那么这些方面 所发生的这种费用 应当做一个区分 就是区分为所谓的 工资薪金和什么 职工福利费的支出 如果我是工资薪金的 对吧 那么就按照工资薪金 记录工资薪金 对吧 然后来进行税前扣除 并且呢 把它这个作为什么呢 计算相关费用 扣除的一个依据 因为你要知道 后边我们讲的 非常重要的三费 就职工福利费 我们的工会经费 我们的教育经费 那么这个都是要以什么 企业的工资薪金总额 作为基数来计算限额的 这个非常重要 是必考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区分清楚 你到底哪部分 可以算入工资 算入工资的 税前据实扣除 并且能够作为基数 是吧 你如果不算工资的 作为什么呢 作为福利费的 职工福利费的支出 我们在税前扣除的时候 是有限额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一点 14% 对吧 会有限额 要注意 好 这是看到关于这个界定 第四点 根据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 股权激利 这里要讲股权激利计划 有关企业所得税 处理问题公告的规定 为了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 促进企业建立健全激励 与约束机制 就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利计划 有关企业所得税的处理问题 我们做了一些规定 就上市公司 为了激励员工 能够跟他一起玩命 大家同心 同向而行 然后玩命干 我要给你干什么 给你股权激利 对吧 就让你能够把企业 当做自己的一样 你也是股东 对吧 所以就实施股权激利了 所谓的股权激利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上市公司股权激利管理办法 简称管理办法 来规定的上市公司 以本公司股票为标定 对董监高 就是董事啊 监事啊 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员工 也有包括普通员工的 一开始都是针对董监高的 对吧 就是管理团队 领导团队 然后让你们跟着我一块玩命 是吧 现在呢 忽悠996的这个屌丝们 对吧 韭菜们 你也要站起来 对吧 一起玩命啊 那么这些都属于激励对象 对这些对象的进行长期性的激励 这种长期性的激励方式呢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授予你限制性的股票 对吧 解禁之后你可以往外卖啊 限制性股票 股票期权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定的合理的方式啊 限制性股票呢 是在按照管理办法 规定的激励对象 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 这个条件 从上市公司获得一定数量的 本公司的股票啊 那么股票期权呢 是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上市公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 在未来一定期限内 以预先确定的那个价格和条件 来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就说白了 这个价格通常应该比 到那个时候的价格要怎么样 要便宜 但如果你企业做的很不好 也有可能更贵 是吧 那就不是对你的激励了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股票期权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先给你约定一个价格 将来你可以以这个价格来去买 我们到时候那个股票啊 这些都是股权激励啊 上市公司依照管理办法来要求 建立了职工的股权激励计划 并且呢 按照了我们国家企业 会计准则的这个有文规定啊 在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时候 按照该股票的供应价格及数量 它是要按供应价格及数量 计算确定作为上市公司 相关年度的成本或费用 作为换取激励对象 提供服务的一个什么 一个对价 就说白了 我这里边是支出了大量的成本费用的 按照我企业会计准则 确认你这里边有数量 有供应价格 算完了之后 我有成本费用 那么这个成本费用支出去 是为了换取你能够玩命 对吧 跟着我一起玩命啊 那么上述企业建立的职工 对吧 股权激励计划 其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怎么处理呢 从2012年的7月1号开始 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我们来看 第一点 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 立即可以行权的 股票的供应价格 实际上就是股票的价格 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 所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和数量 去呈出来 得到什么呢 计算为当年上市公司 工资薪金的一项支出 就把这个东西当做了 他的工资薪金的一项支出 因为相当于把这个钱付给了谁 付给了员工 对吧 这个钱是你付了 就相当于是你给他付了 他其实就是有这块的什么 收益 对吧 那么这个就可以依照税法规定 你既然是工资薪金了 我可以再税法 并税钱怎么样进行扣除 第二个股权基地计划实行之后呢 需要等待一定的服务年限 对吧 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你得给我服务五年十年 或者达掉规定的业绩条件 对吧 我们比如说有类似于对赌 对吧 你得达到业绩条件 我才能给你 对吧 说白了就是有等待期 等待期等待之后方可行权的 那么上市公司呢 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 相关的成本费用 在这个时候按照全则发生 是确认了相关的成本费用 不能在对应年度计算 企业所得税的时候进行扣除 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现什么 税法和会计者责之间的差异 税块差异出现了 税块差异出现之后 就要做什么 做纳税调整 这个要注意 对吧 就这种情况下 他要等待等待期内 会计上我已经确认 相关的成本费用了 但是税法上不认得 不能扣 等到股权激励计划 可以行权之后 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 实际行权的时候的供应价格 那么和当年激励对象 实际行权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 再乘以它的数量 作为当年所确定的 这个上市公司 工资薪金的相关支出 然后再进行税前扣除 要注意这一点 税块差异 那么上述所指的股票 实际行权时候的供应价格 以实际行权日 该股票的收盘价来确定 就我们说 为了供应价格什么时候呢 行权日 你要行权的那天 股票的收盘价格来确定 好 第五个 企业福利性补贴支出 税前扣除 如果你是福利性的补贴支出 根据国家社会总局 关于企业工资薪金 职工福利费等支出 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的规定 列入职业职工的 企业员工的工资薪金制度 固定跟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 注意啊 固定的跟工资薪金 一起发放的福利性的补贴 那是符合 国家社会总局 关于企业工资薪金 及职工福利费 扣除问题通知 第一条规定的合理的 工资薪金支出条件的 我就把你当什么呢 当工资薪金支出 据实在税前扣除 换句话说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 关键在哪里固定 对吧 就是这里边 它是福利性的补贴吗 是的 但是它跟你是固定的 每个月说白了 我都跟着你的工资薪金 一块发 那我就认为 你可以是符合条件的 合理的工资薪金 那么在税前据实扣除 对吧 也可以列为奇数 但注意 不能同时符合上述 合理工资薪金支出的 应当做为什么呢 作为这个规定里边 第三条所规定的 职工福利费了 那么职工福利费 待会我们要看到就算 这么限额进行扣除 对吧 它是有限额的 那么这种 比如说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就是没有办法固定的 跟工资金支一块发 它隔断时间才发一下 或者特定时间才发一下 你比如说夏天了 夏天来了之后特别热 我们要干什么 防暑降温 给你发个降温费 看到没有 七月份八月份 很多地方都会发降温费 对吧 那还有到了冬天了 取暖 给你一个取暖补贴 那么这些都是职工福利费 不是在这个地方放到的 工资信金 第六个 企业年度会算清缴 结束之前支付的 会缴年度的工资信金 税前扣除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就是企业在年度 会算清缴结束前 就是每年的5月31号 就5月31号 要对上一年度 做会算清缴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我们向员工实际支付的 已经预提会缴年度的 工资信金都准以在会缴年度 按照规定来税前扣除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很多企业 在12月份 已经把你把工资做了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已经预提了 但是呢 还没有给你支付 转过年来 到了第二年 到了1月份 甚至到了2月份 我才把你前一年的12月份 就是21年12月份的工资 怎么样 给你支付过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做税前扣除 可以 就这意思 可以做税前扣除 我们在年度会算清缴的时候 可以对你21年 做年度会算对吧 我来进行税前扣除 没有问题 第七点 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 所发生的费用 应该分两种情况 来进行税前扣除 第一种呢 就是按照协议合同约定 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 那个费用 我直接给人家公司了 那么这块费用就作为什么 作为劳务费来进行支出 那么直接支付给员工 个人的费用 我可以作为什么 工资薪金支出 和职工福利费的支出 然后区分一下 是工资薪金的 就工资薪金 职工福利费的就职工福利费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 我就准以列入 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 那么作为计算 我们的后面的职工福利费 对吧 这个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这个计算它的一个基本的依据 所以这个地方要搞清楚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关于工资薪金 基本上是必考的 对吧 据事扣除的 但要注意相关的条件 第二个就是接下来必考的 对吧 三费 跟工资 以工资作为基数的 有限制进行扣除的三费 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那么这个地方 因为它有限制 所以题目中通常出来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说白了 超出限制了 超出限制之后 说白了就是多扣了 多扣了之后怎么办 在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地方计算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做纳税调整 对吧 就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要做 对吧 要做纳税调整 对吧 你多扣了嘛 对吧 你要做纳税调整 把你的应纳税所得额给它增多 对吧 应该交税的变多了 啊 就你扣之前扣多了 在会计利润 在会计准则底下你扣多了 不能据实扣 我只能按限额扣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三个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按照标准的扣除 未超过标准的据实扣 但是超过标准的 只能按标准扣 那么剩下的就不能扣 超出来的部分 就要做纳税调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 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14%的部分 我们前面讲到了 对吧 你的工资薪金总额 这个基数非常重要 确定好了之后 用这个东西来乘14% 跟你这个职工福利费 做对比 对吧 没有超过的部分 据实扣 如果超过的部分 对不起 只能按最高标准14%来扣 其他的部分要做 那是一条真 好 职工的福利费呢 包括什么呢 以下内容 第一个 尚未实行分离半社会职能的企业 其内设福利部门 所发生的设备啊 设施啊 人员费用啊 包括职工的食堂 职工的浴室 理发室 医务所 托儿所 疗养院等 集体福利部门的这种设备 设施 维修保养费用 以及福利部门工作人员 他们的什么呢 工资信金 社保 住房工资金 劳务费等等 这些是放在职工福利费 这个范畴里面的 限额扣除的 这个要注意 特别提示一下 第二个 为职工卫生保健 生活住房交通 所发生 所发放的各种 各项补贴 然后非货币性的福利 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 因工 外地就医的费用 为实行医疗统筹企业 职工医疗费用 职工供养 直系亲属的医疗补贴 供暖费补贴 刚才提到了 职工防暑降温费 刚才提到了 职工困难补贴 救济费 职工食堂经费补贴 以及职工的交通补贴 等等 14%限额扣除 第三点 按照其他规定 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 包括什么呢 丧葬补贴 对吧 抚恤费 安家费 探亲价的那种路费 对吧 我们知道很多公司 有探亲价 每年允许一次探亲 对吧 几天 然后呢 你这个路费 我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认可 不是所有的 对吧 你想坐头等舱 那不行的 对吧 普通的飞机 可能也很难 一般的这种探亲价的路费 都是什么呢 都是两地之间 这个普通硬坐火车 作为标准 但实际上已经脱离现实了 对吧 谁嫌着没事 坐绿皮硬坐火车呀 对吧 你起码应该认可 一个什么二等座 对吧 高铁的二等座 动车的二等座 这个比较合理 很多公司也已经在调整 那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 应当单独设置账策 进行准确的核算 没有单独设置账策 没有准确核算的 那么税务机关应该责令 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 进行改正 逾期还没有改正的 那税务机关 可以对企业发生的 职工福利费 进行合理的核定 我可以对你进行核定 这是关于职工福利费 第二个 企业拨脚的什么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 总额2%的部分 准于扣除 对吧 这个是总额的2% 前边14 这个是2 那么从2010年到7月1号开始 企业拨脚的职工工会经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 总额2%的部分 凭工会开具的 工会经费收入 专用收据 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进行扣除 那么从2010年的1月1号开始 在委托税务机关 代收工会经费的地区 很多地方是税务机关代收的 那么企业拨脚的工会经费 也可以凭借合法有效的 工会经费代收的凭据 依法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进行扣除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第三个就是职工教育经费 除了财政部 这个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另有规定之外的 就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 从2018年1月1号开始 那么不超过工资薪金 总额8%的部分 允许在税前进行扣除 超过的部分 准以在以后纳税年度 截转扣除 那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18年的一个改革 就在18年改革之前 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企业 职工教育经费 税前扣除的比例是2.5% 只有2.5% 高新基础企业当时是8% 那么后来呢 为了鼓励大家培养职工 培养人才 增加我们的研发创新实力 对吧 所以当时在18年1月1号 开始搞了一个改革 把所有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 税前扣除的上限 都提高到工资薪金的8% 这个是对的 对吧 8% 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三费 职工福利费 对吧 然后工会经费 以及职工教育经费 都是以工资总额为基数 一个14% 一个2% 一个8% 那么加起来一共是24% 当然你不能直接混起来算啊 到时候真正的这个题目里边 应该是把这三个 都给你列出来 对吧 列完了之后 你就要去用你的算出来的 工资总额去乘以 它相应的比例来看看 在比例范围之内的 限额之内的巨石扣 超过的部分怎么办 那你就去做纳税调整 对吧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定要考的 对吧 一定要考每年必考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一定能拿分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 常规的规定啊 如果你这个职工教育经费啊 跟这个前面的职工福利费 和工会经费 还不一样的地方 就如果你这个超了线之后 当年没扣完怎么办 以后年度还可以截转扣除 这是一个优势啊 好 两个特殊点 就在刚才的这个普遍规则之下 有两个特殊点 一个软件生产企业 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中的 职工培训费用 专门用来培训职工 在软件生产企业的 那么根据财政部 国家社会总局 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里边的规定 可以全额扣除 对吧 专门针对什么呢 软件生产企业 这是我们被人家卡脖子的一个行业 那么在这里面 特别需要培养人 特别需要培训员工 那么他们的职工培训经费呢 我允许你全额扣啊 当然对于软件生产企业来说 你就要准确的划分 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支出 你要把它划出来 凡是没有准确划分的 或者准确划分之后的职工教育经费 那扣除职工培训费之后的这个余额啊 一律是要按照什么 8%的这个上限来扣的 对吧 要么你没有准确划分 要么你划出来之后 剩下的那个真正的普通的职工教育经费 那么都是要按照8%来做 而专门去列出来的职工培训费用 对于软件企业来说 可以全额税前扣 巨石扣 是吧 好 第二个特殊的就是合力发电企业 合力发电企业呢 为了培养合电厂的操纵员需要花钱 那么这个发生的培养费用呢 是可以做为什么呢 企业的发电成本 做发电成本直接做税前扣除 那么列入了企业的发电成本 做税前扣除 你就不需要跟他的什么 跟我们这个发电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怎么样 混为一谈 不要混在一起啊 所以企业应该将合电厂操纵员的这个培养费 跟职工的教育经费啊 严格的区分 单独的核算 职工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的支出 不能进入合电厂操纵员的培养费 直接扣除啊 肯定不能碰瓷 对吧 我这边的职工教育经费给你放到那里边去啊 做全额税前扣除吧 不行啊 你要单独核算 搞清楚啊 好 那么上述计算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的工资薪金总和 是指企业按照第一项 刚才我们讲的啊 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的总和 这里边不包括什么呢 不包括企业的职工福利费啊 职工教育经费啊 工会经费啊 以及养老保险费啊 医疗保险费啊 失业保险费 工商保险费 生育保险费 说白了 无险一金 对吧 就不包括我们企业的这个职工福利费 提提的职工福利费 交易经费 工会经费 以及企业层面去帮我们缴的什么 帮我们缴的无险一金 比如说养老保险 企业层面交16% 你自己交了一个8% 但企业层面还要帮你交一个16%呢 对吧 你自己的8%是包含在工资里边的 但是呢 企业帮你交的16% 对吧 以及医疗保险帮你交的通常是8% 对吧 工商啊 失业啊 生育通常是在医疗里边 那么以及单位帮你交的住房公积金 通常是7% 如果好的单位 还有一个5%的补充公积金 那么这些企业帮你承担的部分 是不算在工资 薪金总额里边的 对吧 不能算在里边啊 那么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 其工资薪金不能超过政府有关 部门规定的限定的数额 再次强调啊 超过的部分不能记住 对吧 好 接下来第三项 关于社会保险费 那么这项呢 考察的频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啊 前标我们说的工资薪金 我们说的三费 是一定要考的啊 社会保险费呢 就是企业一到国务院有关部门 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 为职工缴纳的无险一金 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了 包括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失业 工商 生育啊 等基本的社会保险费 以及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呢 通常有基本加补充 那么大部分企业实际上只给你交基本 好一点的企业啊 包括我们这种国家会计学院 这种事业单位 是吧 然后我自己的单位啊 那么会给你交这个补充啊 但是呢 很多企业承担不起的话 可能只给你交基本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啊 社保里面的第二点 我们要求 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所支付的 补充养老保险费 补充医疗保险费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前边是讲的什么 基本的无险 对吧 如果我真的给你交补充养老呢 我给你交补充医疗呢 那你这个企业真的是好的 不得了 对吧 如果给你交 那我政府也应该鼓励 但是我鼓励是有限度的 应该在工资薪金总额的5%之内 我准与扣除 准与扣除 而现实中很多企业交的这个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绝对不止5%啊 对吧 实际上是不止5%的 你比如说这个企业年金啊 企业年金就是传说中的补充养老 企业通常是要交8%的 是要交8个点的啊 补充医疗这个地方 还有个比如说三个点 四个点 对吧 实际上不止 但是呢 税前扣除只让你扣5个点 合理的部分啊 5个点 这一扣除 那么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为特殊工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 和符合国家财政事务主管部门 所规定可以扣除的商业保险费 这一扣除啊 就我为特殊工种的职工 你要知道特殊工种的职工 前面讲的那个工商保险费 他比例都不一样 工商保险通常在0.1%到1.9% 2%左右这个水平 那么普通的行业 你像格老师这个行业 对吧 也就是0.1% 对吧 说白了 你这个工商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吗 对吧 但有一些行业 人家扒在外边这个这个几百米 这个高楼大厂外边修外墙的那些 危险非常高 对吧 特殊工种 那这个人身安全保险费 那么是允许税停扣除的 对吧 然后也有一些符合规定的商业保险费 给人家买一些商业保险 也允许准备扣除 但这都是针对什么 特殊工种 特殊工种 好 第三点 企业参加财产保险 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备扣除 对吧 企业参加的财产保险 我对这个企业进行保险 对吧 那么这个方面准备扣除 但是要注意一点 就企业为投资者 就是股东啊 或者是他的高管 对吧 一部分职工 支付的商业保险费 比如说商业养老啊 对吧 商业医疗案 那些东西 对不起 不能扣除 因为这个东西就没边没意儿了 对吧 你要知道有一些这个保险是很贵的 卖的很贵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些啊 为投资者为职工支付的 这种普通的商业保险费 不允许扣除啊 好 第四个 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呢 就是企业在商产经营活动中 所发生的利息费用 那么利息费用的扣除是有条件的 是有条件的 这也是容易在综合体里边考的 当然客观体也可以拿出来考 要注意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规定 第一个 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 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 以及同业拆借的利息支出 和企业经过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 看到了四个方面 对吧 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所支付的利息支出 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 同业拆借的 同业指的就是同行业 对吧 金融行业同业拆借利息支出 以及企业经过批准之后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 这四个方面是可以干什么 巨石扣的 对吧 不需要考虑线纹 这四种都是巨石扣 对啊 这是巨石扣的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金融企业是什么 就非金融企业像金融企业嘛 对吧 你去支出的啊 那么金融企业是指各类银行 保险公司 专门银行所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 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那这里边就很多了 各类银行包括什么呢 国家专业银行啊 区域性的银行啊 股份制的银行啊 外资的银行啊 中外合资的银行啊 以及其他综合性的银行 对吧 全国性的保险企业 区域性的保险企业 股份制的保险企业 中外合资的保险企业 以及其他专业性的保险企业 对吧 城市农村信用社啊 城市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银行啊 城市商银行 然后各种农信社 农信社呢 现在也改名叫农商行 对吧 然后各类财务公司 以及其他从事信托投资的 租赁等业务的专业和综合性的 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这些都属于金融企业 那所谓的非金融企业 就除了刚才的都是非金融的 对吧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金融企业 其他的剩下都是非金融企业 就那么简单 对吧 一分为二啊 化见而至 是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金融企业 非金融企业的一个基本界定 为什么要界定这个东西 因为政策适用的条件 不一样的 对吧 好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种 四种情况下 巨石扣 第二种 非金融企业 像非金融企业 为什么要界定吗 就是你要搞清楚你是谁吗 对吧 非金融企业像非金融企业 比如说制造业跟制造业 对吧 制造的这个这个商品制造业 跟你的食品制造业 对吧 我要去跟你这个借款 那么这个借款中所付出的利息 我们在扣除的时候 是有条件的 什么样的条件呢 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注意两个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计算数额的部分 可以据实口 也就是说你这个 非金融企业 像非金融企业 你去借款的时候 你这个利息支出 有可能是怎么样 有可能或者说 很有可能是要高于 金融企业同期贷款利率的 那有时候呢 葛老师我干嘛不跟金融企业借呢 因为你要知道 你跟金融企业借的时候 人家不一定借给你 对吧 他可能觉得你风险比较高啊 你看意思吧 他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对吧 尤其是些中小企业 你要从银行那拿到 大量的贷款是很难的 对吧 这个是现实中的矛盾 对吧 那些不缺钱的大企业 然后呢 银行追着屁股后边放贷款 对吧 然后真正需要钱的小微企业 对吧 风险比较高啊 追着银行屁股后边要贷款 但银行不愿意给他 那没办法 他就只能通过民间的方式 向其他的非金融企业去借 那你借的时候 说白了 你利率通常来说都要怎么样 都要比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要高 当然你要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基准范围的四倍之内 你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有一些民间的这种高利贷 特别贵的 那不行 是吧 那这种呢 我们是扣除有限制的 就是我允许你扣的 一定是在金融企业 同类贷款利率 能够计算出来的那个部分 才允许你据实扣除 超过的部分是不允许的 比如说我现在同类贷款利率 大概是两个点 然后你现在你借到的成本 是四个点五个点 现实中跟大家讲 一般是七到八个点 那你这个超出来的 这个几个点 所对应的利息支出怎么样 不能税前扣除 这个要注意 这就是一个限制 后边还有别的限制 我们还要讲 那么鉴于目前我国 对金融企业利率要求的具体情况 企业在按照合同要求 首次支付利息 并且进行税前扣除的时候 应该提供金融企业的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的 一个说明 以证明其利息支出的 这个什么合理性 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情况说明中 应该包括在签订该借款合同 当时本省任何一家金融企业 提供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情况 那么该金融企业呢 因为经政府有关部门 批准成立的 可以从事贷款业务的企业 包括银行财务公司 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 那么这里边 这就是该金融企业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就该金融企业应该是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 可以从事贷款业务的相关企业 比如说银行啊 财务公司啊 信托公司啊等等金融机构 这是前边我们这个提供 情况说明的金融企业 那么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是指在贷款期限 贷款金额贷款担保 以及企业信誉等条件 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金融企业提供贷款的利率 因为金融企业提供贷款的时候 我也要看你的资质嘛 刚才我提到了 我对大企业对中小企业 对小微企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贷款的成本也不一样 我的利率就不一样啊 那我要遵循什么呢 同期同类 对吧 尽可能在你的贷款期限 金额担保 以及企业信誉等各个方面啊 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我提供的那个贷款的利率 作为一个参照 对吧 既可以是金融企业公布的 同期平类的 同期同类的平均利率 也可以是金融企业 对某些企业提供的实际贷款利率 都可以 你自己选 都可以用 那么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我们设立了一个标准 超过标准的部分 是不能做利息的税前扣除的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 一个更大的限制来了 关联企业之间利息费用的扣除 如果企业是从关联方接受的 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 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我们不允许在税前进行扣除 什么意思呢 就是企业从他的关联方 对吧 接受了什么呢 既有债权又有股权的投资 对吧 就这个关联方 我对他投资的时候 既有债权又有股权 我投资形成了股权 对吧 但与此同时呢 我还给你 对吧 借钱 完了之后呢 还有债权 既有债权又有股权的时候 我就要看什么呢 我要看你这里边的什么 债资比 对吧 债权跟资本跟股权的这个什么 比例 如果你债权性投资 跟股权性投资之间的比例 严重失衡 说白了 就是你债权性的投资太多了 太多了之后 我要防一件事 你利用过多的债权投资的利息 干什么 进行税前扣除 来干什么 来避税啊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 超过规定标准的 我就不允许你把这个利息 在税前怎么样 进行扣除 啊 明白意思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规定啊 在计算应纳税索德勒的时候 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啊 不超过以下规定比例和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 准以扣除 超过的部分不能再发生当期 也不能在以后年度扣除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双限了 哪双限呢 第一个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同类同期贷款的利率 金融机构同类同期的贷款利率 这是第一个限制 第二个限制就是 债资比 对吧 就是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 除了符合下面第二项规定之外 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 和权益性投资的比例 金融企业的话 5比1 其他企业的话 2比1 那么平时会用的比较多的 考试中要考察大家的通常是什么 其他企业啊 除非你真的是金融企业相关同业者 对吧 其他企业 说白了 你的债权投资 跟你的股权投资 最多不能超过2比1 超过2比1的部分 比如说啊 你的股权投资大概是1000万 然后债权投资现在是3000万 那对不起 只有2000万这个部分 2比1范围内的2000万的这个债权的 对应的利息 还要在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算出来的 那个范围之内的允许税前扣除 超出的部分 不允许扣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说了一个除复和下面第二项规定 也就是说有一个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就企业如果能够按照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提供相关资料 并证明相关的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我能够证明这一点 符合独立交易 或者呢 该企业的实际税负呢 不高于境内关联方 涉及到说白了 境内境外 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我折予你扣除 换句话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受什么 债资比的限制 不受你那个2比1 2比1的限制 但前提你要注意了 你要符合税法 按照税法实施条例 有关规定 提供相关资料 证明你符合什么 独立交易 说白了 你关联方之间 我就是担心你不独立嘛 你的交易不独立嘛 你是关联方嘛 对吧 你有这个转移利润啊 然后避税的这种嫌疑啊 我要防你这一点 对吧 如果你能够证明你有独立交易 你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并且呢 实际的这个税付 或者你的实际税付 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就我减少了避税动机的情况下 我可以不受债资比的限制 啊 允许你去扣除 好 第三点 企业同事同时从事了金融业务 和非金融业务 其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 你既有金融的又有非金融的 那么就看起来 5比1和2比1同时存在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要合理 按照合理的方法分开计算 没有合理的 按照合理的方法分开计算的 一律按照前述的第一项 有关对吧 其他企业就是2比1的那个比例 来计算准与税前扣除的利息支出 啊 你只能按2比1的这个比例来做 第四点 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 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呢 应该按照有关规定 缴纳企业所得税 虽然扣除的时候 没有充分扣除对吧 但是呢 你符合的 你拿到的这个收入 你这个利息收入 还是要正人八经的 交税的啊 那么第四点 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 就企业向股东 或者其他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 应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 以及相关规定 对吧 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额 正常扣除 那么第二个 企业向除了第一项规定以外的 内部职工啊 对吧 其他人员不是像股东 对吧 像其他的内部职工 其他人员借款的利息支出 如果你同时符合了下列两个条件 对吧 有两个条件 那么利息支出 再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数额的部分 也允许你怎么样去扣除 那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个 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应该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并且呢 不具有非法集资的目的 和其他的这种违反法律法规的这种行为 对吧 你得之间的这个借贷真实有效 啊 你不是说白了 为了避税啊 掩人耳目啊 对吧 这种方式的 第二个 企业与个人之间签订了什么 借款合同 能够证明 对吧 符合这两个条件 那么如果你是从内部员工 可能你的内部员工里边有土豪 他有钱借给企业 对吧 或者其他人员借款的 那么OK 也可以在规定范围之内啊 没有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部分 也允许做税前扣除啊 好 这是第四个关于利息费用 对吧 第五个 借款费用 借款费用呢 实际上是比利息费用概念更大的一个范畴 对吧 借款发生的费用啊 那么第一个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合理的 不需要资本化的这种借款费用 我允许你进行扣除啊 第二个呢 企业为了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经过12个月以上建造 才能够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那些存货 发生借款的 那么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应该怎么样 资本化 应该资本化 作为存资本性的支出 来记录有关资产的成本 那么记录了资产成本 就要分期去扣了 是吧 那有关资产交付使用之后来发生的借款费用 就可以在发生当期进行扣除啊 第三个 企业通过发行债券 取得贷款 吸收保护的储金等方式 融资而发生的合理的费用支出 那么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记录资产的成本 不符合资本化这个条件的 就作为财务费用准以在企业所的税前进行扣除啊 好 第六个汇兑损失 汇兑损失呢 就是企业在货币交易中啊 以及纳税年度终了的时候 将人民币以外的货币性资产 负债 按照期末及期人民币汇兑中间价 折算为人民币时产生的那个汇兑损失 说白了 汇兑变了 导致你这个地方产生损失了 对吧 那通常你是涉外了 对吧 你的业务涉外了 然后这里边有这个外汇啊 然后在汇兑过程中有损失 那么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疫情的冲击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汇场汇市 就是外汇市场 我们的股市实际上是双杀 对吧 就我前面讲到A股大盘大跌 然后我们的人民币怎么样 也在贬值 快速贬值 从6.3多一点 贬到现在6.5多一点 对吧 那么很快就会奔着什么呢 很多人预期可能会到6.8到7之间 往这个范围去走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啊 这个过来建议我啊 说哥老师 你这两天可以买点美元了 对吧 换点美元 持有一下 完了之后呢 贬到7的时候 你再换成人民币 对吧 增值嘛 是吧 然后这个过程中有差价嘛 但是呢 说实话 这种市场风云啊 变化 我呢 也没有赚这种资本市场的钱的运气啊 拒绝做韭菜 是吧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钱 是吧 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换美元啊 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还被封着呢 我上哪呢 是吧 但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知道企业正常运作的过程中 很容易发生这种汇 外汇损失啊 这种汇兑损失 是吧 因为这个市场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你这个资金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容易有损失 那么这个损失远允许税前扣除 第七个 好了 又来一个重点 前面讲的那几个都是非重点啊 考试的时候考的可能性不大的 那么接下来业务招待费 业务招待费考察的概率 基本上也是百分之百 对吧 几乎可以说是必考 对吧 必考 还有后面要讲的广告宣传费 几乎是必考 所以一定要高度关注的啊 我们前面讲的工资金金 对吧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工资金金为基数的三费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以销售营业收入为基数的两个费 业务招待 广告宣传 几乎都是必考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业务招待费 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 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 首先我先按照发生额的60% 我不允许你全扣 为什么不允许你全扣呢 道理很简单 你的那些所谓的业务招待费里边 我很难界定你哪些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 哪些是为了你的私人宴请 对不对 当然还有很多的老板说 我请的每一顿饭都跟我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关 你也可以这么讲 因为你活不下去的话 对吧 你这个企业可能就很难存活 对吧 你可以这样来讲 但是呢 真正意义上跟你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直接相关的 你的费用也要跟你的收入相关嘛 你这个东西你要配比呀 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 我们不允许你百分之百的扣 我只能按照一定的比例 百分之60给你扣除 不错了对吧 但是呢 这只是第一个限制 还有第二个限制 你百分之60我可以吃很多呀 对吧 但不行 我有一个上限 最高不能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的多少呢 千分之五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双限 一方面要按照发生额的60% 另外一方面还不能超过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两个限制之下来进行扣除 所以在题目中 它一定是这个告诉你一个百分之百的业务招待费 对吧 你首先就要打个六折 打完六折之后 你要跟营业收入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五去做比较 然后取什么 取小的 对吧 从低 两者从低 按照低的那个来进行扣除 对吧 这是我们的基本规则 所以这个地方业务招待费要做什么 做纳税调增的 好 第二点 对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 比如说极端总公司也好 创业投资企业也好 这些 说白了 它的主业是干什么 搞股权投资的 既然你的主业是搞股权投资的 那么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得到的股息红地 以及股权转让的这个收入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为什么 做为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一般是不让的 但如果你就是专门干这个投资的 对吧 那你这个投资的股息红地的这个 股权转让的这个收入 我就作为你的主营业务收入了 对吧 说白了 就记录了你的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里边 然后可以去计算你的扣除限额 第三 如果你是在筹建期间 就我这个企业呢 还没有开始正式经营 在筹建期间 我就发生了与筹办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 这也是正常的 对吧 你在筹建期间各种各样的 拿证啊 跑手续啊 你总得请人吃饭吧 对吧 那这个过程中 你发生的支出 也按照实际发生额的60% 计入企业的筹办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计入企业筹办费之后 就按照有关规定 在税前进行扣除 那有关规定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开始经营的当年一次性把它扣掉 也可以把它作为长期待贪费用 不短于三年进行弹销扣除 可以的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业务招待费 那么这个里边呢 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你的基数很重要 对吧 就是哪些算你的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 哪些能列入基数这些事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进一步的给大家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啊 就是我们在题目中可能看到的一些收入 哪些能够算到里面来 有哪些是不能算进去的 对吧 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出现坑 导致我们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出错 对吧 就企业所得税很容易出现 一步错步不错呀 就第一步你算利润就算错了 那么会计利润没算对 你还调什么调 对吧 会计利润算对了之后 接下来你要调各种各样的 对吧 你的扣除 你的收入 你在调的时候 如果你基数 比如说工资没算对 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没算对 你就没有办法算清楚 你的什么扣除了 对吧 你后边基本上 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你的应纳税额 基本上就是错了 对吧 所以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这个综合体 你要全部拿分 难就是难在这里 很容易中间一步错了 后边就不不错 好 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怎么去界定呢 我们来看包括什么呢 包括实际上三种收入 一种叫主营业务收入 一种叫其他业务收入 注意啊 其他业务收入 不是我们企业所得税法 前面讲的那个其他收入 不是的 它指的是其他业务收入 那我们把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 都放到一起来看 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个呢是销售商品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 租金收入 退权使用费的收入 这些毫无疑问 都是这个范围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对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 这帮企业 包括集团公司 创业投资企业 对吧 那么从被投资企业 分配的股息红利 以及股权转让收入 属于它的主营业务收入 我们是应该算到基数里的 第三种呢 就是属于材料销售的 这种收入啊 包装物出租的收入啊 也算到这个什么 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 收入的范畴之内 这属于我们看到的 第一种情况啊 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啊 一个主营业务 一个其他业务 对吧 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 就属于什么呢 就属于 市同销售 对吧 我们在企业所的税法上 把它作为市同销售了 会计上不作为收入来处理 但是按照税法的规定 那么前面我们给大家梳定过 对吧 那么这些是放到 我们销售营业收入范围内的 三种主营业务 其他业务 以及市同销售啊 不包括什么呢 不包括营业外的收入 比如说接受捐赠 这样的营业外收入 不算啊 比如说投资收益 比如说国债利息啊 常规情况下的 股息红利啊 等权益性投资 对吧 我们前面讲的特殊情况 对吧 你专门干这个的 可以 不是专门干这个的 其他的企业 不行啊 那是不包括在内的 所以要注意你这个基数 到底是什么啊 好 接下来还以这个基数 为基础来计算的 另外一个几乎必考的 就是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第一点 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除了国务业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另有规定之外 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 准予扣除 他就是单一限制 对吧 单一限制 就看你的销售营业收入的多少 15% 作为上限来扣除 超过的部分怎么样呢 准予截转以后年度进行扣除 这个跟我们刚才讲到 你的业务招待费就不一样了 对吧 因为我是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我是跟我的深圳经营活动 直接相关的 对吧 说白了 这里边我要打广告 业务拓展 我要宣传吧 那这个时候 我当年的15%之内 给我扣超过的部分 以后年度还可以截转扣 这是常规情况啊 第二个特殊行业 特殊行业有三个 从2011年的1月1号开始 到2025年的12月31号为止 对于化妆品制造或销售 要么制造 要么销售都可以 医药的制造 以及饮料的制造 不含酒 单纯的饮料 那么这三大类企业发生的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的支出 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 准予扣除 对吧 为什么呢 说白了 这些行业就是靠什么 靠广告 你不广告这些行业 他的这个产品怎么卖出去啊 对吧 化妆品的 对吧 医药的 对吧 各种卖药的 以及饮料的 对吧 大家有印象吗 你们打开电视 铺天盖地的广告里边 是不是经常看到化妆品的 卖药的 对吧 卖饮料的 你像 哥老师在家乡 之前上课的时候提到过 我是一个非典型的山东人 对吧 我们山东人呢 对山东各个方面 实际上都很满意的 虽然对这几年发展的速度呢 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我热爱自己的家乡 你们要说山东的半句不是 我们不满意的 但如果你要骂山东卫视 那我是统一的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我跟你一起骂 因为山东卫视 真的是丢进了山东人的脸 太low了 对吧 是著名的最土的电视台 几乎没有之一 土在哪里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土在他的广告上 最有名的一个广告 就是我们前面上课的时候 课程里边已经提到的什么 挖掘机 对吧 挖掘机技术哪家墙 中国山东找蓝墙 给他的感觉 就是山东人天天开着挖掘机呢 对吧 广告就是跟药有关的 对吧 什么样的药呢 什么鼓鼓动坏 坏子怎么治 白巅峰怎么治 杨角峰怎么治 神经病啊 那给人的感觉 好像山东人都不是特别健康一样 对吧 一个老中医 放在那儿 对吧 在电视剧中间 给你插播20分钟的广告 对吧 放在一个老中医 在那儿跟你吹牛逼 对不对 像话吗 太不像话了 太low了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真的是 不管哪个电视台 虽然我们山东卫视 在这个地方确实过分了一点 让你不生其烦 所以这些里边 大家看到这些行业 其实没有广告 就没有办法 让人家知道你有疗效 是吧 然后东西就卖不出去 所以呢 他的这个实事求是者 说他的广告业务宣传费的 支出确实比较大 那么你扣除的上限 也就高一点啊 30%允许扣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不超过你的营业收入 销售收入30% 我允许你扣 这是关于这个刚才讲到的 以销售营业收入 作为基数 我们看到的这个扣除 那么当然对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里边 还有特殊情况 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啊 第三点 对于签订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分摊协议的 简称分摊协议 这种关联企业 就关联企业之间 我们签订了什么呢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的 一个分摊协议 成本可以做分摊 对其中一方发生的 不超过当年销售 营业收入 税前扣除 限额比例内的 这种广告费 就没有超出 他自己的这个上限 那么这里边的一些 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如果他不想自己扣 他可以自己扣吧 可以啊 可以在本企业扣 也可以怎么样 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 或者是全部 按照分摊协议 规集到怎么样 另外一方去进行扣除 为什么要规集过去 说白了 它是关联企业 他们肯定在考虑什么 考虑哪边交税比较划算 明白意思吧 就如果你这边 只需要扣一部分 你已经亏损了 你已经交不着税了 那你何不把一部分 拿到另外一家企业 让人家少交点税呢 因为在你这边 只能怎么样 往后以后年度节转 对吧 如果你注重眼前的利益 你就放到那边去扣 完全可以 对吧 那另外一方呢 在计算本企业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支出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时候 怎么办 我可以按照上述办法 规集至本企业 可以把按照上述办法 规集到本企业的 那个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不计算在内 也就是说 他正常的按照 自己的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来计算上限 然后来扣除 然后你给我规集过来的部分 只要在规定范围之内 我也可以扣 但不占用我自己的 那个计算的限额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政策 实际上就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税收筹划的空间 对吧 他就有税收筹划的空间了 那么关联企业利用 这个分摊协议来进行筹划 已经成为了 不是国内啊 是国际范围内进行避税啊 税收筹划的一个新的趋势 在讲到这个国际税收的时候 12章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跟大家聊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第三点 好 第四点 企业在筹建期间 如果你发生了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怎么办呢 可以按照实际的发生额 进入企业的筹办费 就如果你在筹建期间 我也有广告 也打了广告 也有业务宣传 那么你就按照实际发生额 进入就可以了 而你要知道 之前的那个业务招待费 我们是怎么样 还是要打六折记录的 说白了 我就是不信任你了 是吧 好 第五点 烟草企业特别好用 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一律不得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进行扣除 说白了 你不配 对吧 你烟草企业你宣传啥 你不要宣传了 对吧 你不要打广告 对吧 你看到电视上 给你打烟草企业的广告吗 不允许的 而且即便是在烟草企业 自己做那个什么 烟荷的广告包装 我们都要要求什么呢 要求不低于三分之一的 那个面积 就你这个 这个这个卷烟的 那个包装上 不低于三分之一的面积 要写上什么 吸烟有害健康 这是要规定的 这是基本的标准 然后还有国外的很多卷烟呢 为了让大家减少抽烟 他们会专门在烟荷上的 那个包装上 画的特别惨的一些图 比如说骷髅的图啊 什么之类的一些 特别可怕的一些图 不像我们的这个 很多卷烟啊 你夸的还都是高大上的 什么这个这个中华的 你看个黄鹤楼的 什么九五至尊的 画的特别漂亮 夸的还蛮好看的 你像国外的很多卷烟 他们遵循的理念 要画一些特别难看的 特别恶心的 让你看起来不想抽的 发挥那个效果 那么这个背后 你的卷烟烟草企业的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一律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进行扣除 不鼓励 你不配 好 这是关于这个方面 要注意啊 重点再次强调啊 以营业销售收入 作为基数来计算的 我们的两个费 一个业务招贷费 一个广告宣传费 一定要注意 考察的时候很容易考 好 接下来第九个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了解一下不太可能考 就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有关规定提取的 用于环境保护 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 我准于扣除 但如果你上述的专项资金 提取之后 我改变拥途了 没打算做环境保护 那对不起 就不得扣除 第十个租赁费 企业根据生产经活动的需要 租入了固定资产支付的租赁费 那么按照以下方法来扣除 我们要做区分 说白了就两种情况 第一个经营租赁 第二个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大家知道是所有权怎么样 不转移 对吧 所有权不转移 所以如果你经营租赁方式 你租入固定资产 发生的租赁费支出 要按照租赁期内怎么样 均匀扣除 你租入固定资产 这个所有权依然不是你的 你就支出了一个租赁费 那么这个时候租赁费 在租赁期限内均匀扣除 就可以了 融资租赁方式就不一样了 融资租赁方式是伴随着什么 所有权转移的 对吧 所谓的融资租赁 是指实质上转移一项资产 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 和报酬的一种租赁 对吧 所有权实际上发生了转移 所以你融资租赁的方式 租入了这个固定资产 实际上就把这个资产怎么样 所有权已经转过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发生的租赁费的支出 要按照规定 构成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价值的部分应该要怎么样 提取折旧费用 来分期进行扣除 相当于这个资产所有权过来了 所以你资产在扣除的时候 你不是要既提折旧的吗 你要分期扣的吗 对吧 这就是它的基本逻辑 好 第十一个劳动保护费 劳动保护费呢 就是企业发生的合理的 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 从2011年7月1号起 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 由企业统一制作 并且要求员工工作的时候 统一着装所发生的 工作服饰的费用 根据我们实施条例 第二期条的规定 可以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 给予税前扣除 那么这个考察的概率也不高 都是一些小的东西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考虑到这部分的内容呢 也非常多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先休息一下 搞一段落